什么样的风水摆设 可以让我们天丁又发财 可以让我们天丁又发财的风水摆设 天丁发财就代表我要生男孩子 天丁嘛 丁靠丁靠 丁就代表男生 生下男小孩 男 baby 那口就代表生女生 那我要生男生又天丁要发财的时候 要怎么去摆设 第一个最容易的 采用传统里面这个 传统礼俗传统下来的 这怎么样 卧床下腹部的位置 摆放金铲板扣 谢谢我有 对 OK 这么大一把 因为你摆了金铲 我请问说 你的金铲你摆在哪个位置 你摆在哪个位置 所以你一定是摆臭位置 他放枕头下 只有响而已 一定臭 你只能要告诉你要摆金铲子 但是你不知道铲子放哪里 它要放哪里 所以 腹部的位置 腹部 你放在面穿上下的 躺下去睡觉 你肚子睡得习惯 床铺底下的位置 哦 是哦 不知道骨头会睡 你叫铲子 你放在头上 头上就像想而已 对啊 想一想 但没有用 所以一定要放在腹部的位置 才能够带给你铲子 那铲金 为什么要铲铲 铲代表财富 它就代表富贵 质嘛 产质 就代表容易怀孕生质 那要富贵 那为什么要环扣 环扣就是说 我生了小孩 未来还是非常孝顺的 圆满的 圆楼的 所以求来的子女 有时候求来的子女 比较难带养 所以为什么叫 金产质还要有环扣 难带养的时候 你有环扣 就代表能够牵制住 所以有很多我们小孩子 去求用这些摆 摆这些风水 摆这些我们传统民俗的东西 去求来子女 第一个有时候在容易 还没有成熟的时候 在胎死负重 也很多 还有另外一个 出来容易有瑕疵 所以求来子女问题多 所以我们就一定要 金产求她还要有环扣 环扣就能环环相扣 把这个子稀 跟我们的亲属关系 亲属关系完全扣得非常紧 也非常圆满 圆楼 所以才要就这一个环扣的意思 所以一定要金产放在肚子底下 才能够代表 那一定这种形式代表 你要天丁发财 产子 所以那如果要产女又不一样 所以这个产子 第二个我们再来介绍的方法是 床下方依据流年 望止息的位置 摆放玉石茶壶 地固 玉石疗柳子 肥脆柳子都没关系 所以说这要一流年 过早我们的长辈 常常说女儿嫁出去一年两年 都没有怀孕 都很紧张 赶快拿个茶壶 蹲个堵堵 叫说要去换堵 拿换堵嘛 我们女儿嫁出去都没有怀孕 真的没办法交代嘛 娘家就常常有这种心态 就赶快要煮个猪肚 猪肚煮好之后提起 提起女儿女儿家 女婿家给女儿坐在床上 就把这个猪肚吃掉 一颗猪肚都要吃掉 好撑喔 一颗猪肚那么大K 对 吃掉以后把这个茶壶洗完 就放在的床部底下 就是球子 但是各位很多人都不知道 只知道吃猪肚 这就传承当中缺了一样东西 什么缺了什么东西 他茶壶就直接放下来球子 但是球来的子女里面少东西 因为球儿子嘛 有地狗里面缺东西 缺什么 缺这两个 所以要浴室 一定要浴室要摆在茶壶里面 新烘楼新地狗 球子就是 地狗 球女儿就要烘楼 烘楼 烘楼 这里有介绍说2020年今年 你说要球在今年的时候 2020年今年的时候 床底下的西北的卦位 你要把床铺位置分为八卦方位 中心点分八卦方位 因为床都可以掀开 底下都有空的嘛 那你就放在底下 你今年流年2020年 就要床底下的西北的卦位 才能求到 这一流年能量才能求到子女 2021年 你如果今年很快 在两个月以后要变明年了嘛 二月以后就会立春 以后就变成下2021年 2021年的时候 这一年要求职的 要在床底的正西的卦位 正西 正西 就是你把床铺了 你把 我们的手机现在都有直北针 放在床铺中间 把他直接好了之后 看西在哪个卦位 把他掀开以后 放在 深圈里放在那 西的那个角落位置 自然而然就能够带来 我们好的子女 这种都能够在我们传统里面 礼俗里面 民俗里面 很常用的东西 但是都交代了一半 交代一半的时候 常常带来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提供给各位做参考 懂得要放对位置 放对东西 才能够让我们这一个 家庭里面的产子 而且这个天丁还要发大财 提供给各位做参考